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一身倾斜着倾斜 在倾斜面红荒野心的成绩 在倾斜面红荒野心的成绩 好听啊 更开心了 好青春啊 好适合开场啊 听这首歌我确实是听到好多 披心带乐 听到奔赴 听到不管不顾 听到不计后果 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 它就是满满的关于青春 满满的关于没有那么多成年人的道理 只管往前 奔赴心中所想的下一站 我觉得它就是很有年轻人的感觉 对 谢谢 很好听 谢谢 我们今天是一个乐团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在想 不如我们四个人开着一台车 朝着黎明前进吧 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这首歌也有幸 我自己跟李卓雄老师碰过一面 他要我去感受音乐的千变万化 然后结果刚好这个时候呢 就碰到斌哥了 半路上遇到了我 对 这首歌我跟你讲终点在哪里 终点在张碧晨那里 因为这首歌是张碧晨的歌 对 我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为什么唱这首歌 玩音乐的人其实都有 想要玩乐队的这样一个梦想吧 乐队我总觉得它应该是要 在对的时间 然后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如果他们的梦想和终点 是非常一致的 他们就可以走很久 今天你看水木年华在现场 中间又有离开的 又有加入的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辆车 开往前方的一辆车 但是这个就是乐队的 这个最最最最初的初心 对 这是我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我第一张专辑的名字 就叫《开往早晨的午夜》 这歌其实是整张专辑里面 最早一首收过来的 当然是最晚一首收到词的 李仲雄老师 我当时为了这首歌 特意在台北见了他一面 然后我们聊了很久 到最后我收到词的时候 我看了好多遍我没看懂 这首歌已经发了 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我开始在各种晚会 开始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好像 慢慢懂这个词 我觉得人生像一道列车吧 就是因为你不可避免的 每一站要上来新的人 然后在每一站 还会下去旧的人 有遇见有分别 这才是人生 那我们再理解一遍 要不要 现场我们轻唱几句可以吗 好 曾像夜那么黑 每个清晨 曾阻挡每个梦 每一道门 终于也可能 无限可能 自由发生 曾相爱那么战 空白追尘 曾无人地敞开 每个猎人 终于胜任 这是青春 我听原版 我听原版《毕城》的版本 好像在一个列车当中 在观赏附近美丽的风景的状态 然后听你们版本 因为你们的编曲和整个表演 是有一个变化的 一开始就好像真的是在晚上 那个列车在深夜的时候 静悄悄地开着 我想起我大学的时候 对未知有一点恐惧 有些忐忑 然后到最后那个状态呢 就好像迫不及待 要打开这个车门了 我马上要看到一个崭新的城市 崭新的生活了 很兴奋去要开崭新的人生了 听了你们这首歌 好像你们陪伴着我 走过了一趟的旅程 所以觉得非常棒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个歌 胡老师改得太好了 和声的整个的 重新的一个打乱 特别那个一级二级三分之一 那个递进的 把整个副歌用这种大调 然后这个明亮感 就真的显得这首歌 它既有温暖感 然后又有向上的感觉 特别的惊喜 接下来张亮影 对同台敬演的会是哪一组呢 我们派出的第一组是 极客俊逸和戴佩依 我其实今天有一点点 就是很像小学生这样子 待会唱完之后 我就可能会卸下一些 心防跟紧张感 对 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给我鼓励一下 让我们掌声欢迎 新歌之一 戴佩妮 加油 加油 戴佩妮是华语乐团 不可多得的 也是最具才华的实力 创作女歌手之一 不仅仅是在演唱方面 各个领域方面 其实戴佩妮一直都在 源源不断地给我们 带来这非常棒的作品 我们今天选这个歌 歌词 言简意盖之来 而又有意义 对 鸟人我也是觉得这首歌 它是一首很极致的歌 我是那种很拼的人 这个鸟人就很像 很像我 就一直在扑腾扑腾扑腾 带劲 就是你要么飞 你要么坠落 这就是生命的规则 我看她本人 我没有想到是这么瘦瘦小小的 一个女生 但她在台上的那股张力 那股倔强的劲儿 而且她在台上特酷 你那么好酷 这个女生 我花了二十三年去 建立了这个 我的翅膀的硬度 所以我只要没有期待自己 可以飞更高一点 我也许可能就不会有 我最弱的那一天 我没有想要飞高 我只想要飞得远 所以这个歌 其实某程度在唱的时候 它带 要么飞 要么坠落 这是生命的规则 要么飞 要么坠落 我在飞 在飞 再台飞 在飞 不要再变了脸色 生活就是要自愈自老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